在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着各种努力 为的都是盼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有人希望用法材智库来实现 有人会透过事业的成功来展现 成功有如攀登一座金字塔 谁最后登上塔顶 谁就被大众眼中定义为成功 而处于半途放弃的人 或者从来未开始的人 就会停留在中层或者塔底 站在成功之点的人 活得自信实在 失败的人过活空虚艰难 尽管成功学习的书本上写的都是人人平等 但为什么这么多平庸的人 最后都只能够平庸的结果呢 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的心态 尤其是关键时刻到底真实的差别在哪里呢 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失败的人往往都是面对困难的时候 心态总是带领他们挑选最容易的方式 甚至乎都将留有后路放在脑里面 遇上失败就从原来的地方倒退 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分别在于 成功的人对积极的心态是用在行动上 失败的人习惯拿消极心态面对人生 口中所说的积极都只是一种slogan 行动上最终都是要以支配人生为推动力 能够配得上积极思考积极行动 这才是真正称得上积极的心态 而拜者往往都是群于过往的经历 用失败的过去引导他们再次走向失败 以积极的心态支配自己人生的人 从来都不容易受到别人或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 成功靠复工的人的确是有机会走少很多不必的路 但并不代表结果最终能够成功 否则不会出现有富二代穷三代的说法 相反在历史上也有不少的穷小子变附庸的成功例子 归根究底 如何去看待人生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既然成功的要素真实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样到底能够坚持走多远 就是在于你积极的心态能够承受多少的折磨 为什么在过往的影片里面 我多一次跟大家提及的要在身心灵上的培养 叫大家要放轻对感情的执着 先从自己的生活态度上改变 因为要令你有正面的能量最好的方法 少不了的是从你如何去看待你的生活 生活就会如何去对待你 你如何去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如何对待你 你在一行任务里面用怎样的心态去开始 结果就会有几大成功 这是其中关键因素 在观看一件事件的高度 你站在位置越高 能够看清局势的机会就越大 越是在意反而越会失忆 所谓存在的环境影响 本质上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心理 情感和精神 三方面由你的态度创造出来 你试回想一下曾经在你身边刷身而过的人 有谁是天天埋怨做人消极颓废 不主动又不愿动的人能够不断成功呢 就算刚好运气能够成功一次 很快又到达失败的船渦之中 这些人的成功大多是难以维持 谈花一言 人一定会有时积极乐观 有时失望悲观 这是很正常人该有的情绪 也没必要完全抹杀 不过自己可以控制好坏两边的比例 我想会怎样怎样 都不及实际行动来体现积极性 而且行动是最好最快 加他人的乐观心态 这些行动会令到你的心理上 产生希望 令到你纹身送念 更加容易令到你变得有自信 就譬如你好欣赏一个人 你的身体条件就很自然想去了压他更多 甚至乎通过主动和他的沟通 发掘一个人更多的优点 这种就是一种情绪的价值 有一句话叫做近株者赤 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模仿 当你主动亲近的人越是多一些积极的人 你也很容易受到这些氛围带动别的积极 潜意识也会引导你认为自己有能力去成功 其次是要树立自我催眠的说话 如果你自己也否定自己有能力可以成功 否定你自己是对的话 世界真的还有哪个愿意认同你呢 当然这里并不是只要把歪理当成真理 而是在具有可行性下 自我肯定来提高个人投入的积极性 因为消极心态是失败的致命伤 越肯定越正面 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 有助消除沮丧的想法 当然要成功前必定会遇上很多失败 但成功的人并不代表会忘记失败 而是将挫折视为成功前的基础 分析失败原因并且加以改善 或者重新制定新的路线 将挫折转发为机会 在成功路上对亲朋戚友可以善良 但对成功的积极态度必须狠心 绝不放弃 成功的人都是狠人 做事不大猶疑 作决干脆了断 最后是学会笑着地面对问题 因为遇上难关 代表你将有机会更上一层口的可能 应该是成功的阶梯 人生路很长 就算你有贵人 也不代表他们能够一直帮助你 能够走得更远的都是要靠自己 我是Lokin 加油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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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